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9年6月 国内电影院里 一部黑白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轰动 电影的锋利程度 说是万人空相不为过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 影片在当年的观影人次 高达惊人的6亿人次 如果换算成今天一张电影票平均40元的票价 相当于240亿票房 而这部黑白电影 在当年全国票价不足几毛钱的情况下 粗略估计就创下了1.8亿的票房 被视为国产电影史上的第一个票房神话 该片同时也被誉为后世的国产谍战局的鼻祖 即使42年过去 剧情依旧被模仿季节 这部电影就是国产谍战电影史上的经典制作 《保密局》的枪声 故事发生在上海解放前夕 黎明前的黑暗年代 画面开始浓雾笼罩的夜色中 地下工作者周富翔遭叛徒出卖 被特务逮捕 之后 城市某处一个军官打扮的神秘男人 敲下了抹护人家的门 开门的人是一位年轻女人 难告知对方 周富翔已被逮捕 接着交给女人一把联络用的钥匙 女人名叫史秀英 和周富翔一样都是地下工作者 组织希望她能接替周富翔的工作 与打入保密局内部的卧底保持联系 得知周富翔同志已被捕 史秀英不禁担心起眼前的男人 但对方只是摇了摇头 却消失于夜色中 划分两头 在上海保密局的地下行眩室里 正进行着异常苦行 保密局组长冷铁信命令手下特务 对刚刚抓捕的周富翔进行严刑拷打 周富翔却咬紧牙关拒不透露情报 特务们越打越重 最终竟然将人活活打死 负责拷打的特务发现犯人没了气息 凶狠的冷组长才慌了身 怪罪手底下的特务出手太重 好不容易钓到一只大鱼 结果又断了线 就在冷组长恼羞承诺的时候 旁边负责记录审讯过程的年轻科员刘孝辰的眼眠 却闪过一丝痛苦和不忍 原来他就是那个潜伏在保密局的卧底 长期的潜伏生涯 让他很快恢复镇定 只是一刹那 便又变回特务的身份 晚上 刘孝辰独自回家 亲眼目睹同志的牺牲 让他的心情很沉重 打开房门的时候也没有开灯 经历了多年的潜伏 只有在四下无人的黑暗里 他才敢显露出内心真实的一面 不料床头台灯突然被打开 刘孝辰这才发现 屋内居然坐着一个年轻女人 刘孝辰先是震惊 接着惊讶 女人率先开口 与刘孝辰对了暗号 才确认彼此的身份 年轻女人正是史秀英 她带着神秘人留下的钥匙 来刘孝辰的家等她 史秀英和刘孝辰是就相识 八年前曾经见过 如今又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两人提到周复祥的牺牲都很悲伤 史秀英告诉刘孝辰 周同志是被人出卖的 这意味着组织内可能出现了叛徒 组织希望刘孝辰能够查出哪间 将其除掉 而关于叛徒的身份 史秀英说已经有初步线索 但还需要核实 为此 史秀英和刘孝辰商议 打算来一招引蛇出动 史秀英以组织的名义 约对方明晚八点百乐门舞厅见面 借此试探内奸的反应 隔天在保密局内 刘孝辰一直留意冷组长的动静 得知冷组长接了一个神秘电话 并在手边台里上记下了几行字 刘孝辰借着给冷组长端茶倒水的机会 悄悄看了一眼桌上的台里 得知打电话的人让冷组长晚上八点 去百乐门舞厅赴约 刘孝辰在内心里暗自确认 敌人已经上套了 晚上 刘孝辰跟随冷组长一起 去百乐门舞厅待命 冷组长坐在靠窗的位置 一直望向窗外对面的马路 顺着冷组长的目光 刘孝辰看下马路对面 看到了伪装城车夫的行动组洋队 此时在他身边站着的 还有一个抽烟的男女 两人显然是一伙的 刘孝辰心知对方就是那名叛徒 确认叛徒出现后 刘孝辰假装来到舞池跳舞 与乔庄打扮的史秀营悄悄商议 打算除掉这名叛徒 转眼八点过去 冷组长没等到街头的人 知道行动败露 气急败坏地上了楼 那名叛徒黄显才也跟着上了楼 被冷组长劈头盖脸通骂一顿 黄显才不敢辩解 却猛然看到站在旁边的刘孝辰 两人以前在 刘孝辰看对方认出自己 便先发制人 逃出装了消音器的手枪 抢先击毙两人 特务被除掉了 但冷组长也死了 这势必会引起敌人的追查 但如果刘孝辰选择撤离 好不容易打入敌人心脏的潜伏行动 就将以失败告终 于是刘孝辰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找来在楼下舞池待命的史秀营配合 刘孝辰请史秀营帮忙处理现场的证据 而他自己则毅然决然地对准自己的胸口开枪 他打算利用苦肉剂来换取敌人的信任 继续执行潜伏任务 当刘孝辰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里 经过两天的抢救采苏西 但他的苦肉剂 却并没有完全取得敌人的信任 尤其是冷组长死后 新来的长官张仲年 更是一位老狐狸 他并不信任刘孝辰 从冲击波造成的结果看 枪口和伤口的距离是很近 您的意思是说属于自杀 就在刘孝辰出院前夕 张仲年来医院看望他 并带来了一个消息 声称打伤刘孝辰的人给抓到了 刘孝辰内心的第一反应 是担心使秀英被抓捕 但他必须强装阵点 跟着张仲年去地牢辨认 昏暗的地牢里 一名奄奄一息的女人躺在地上 看起来已经受到了严刑拷荡 刘孝辰看不清对方的面容 但他坚决称 对方不是打伤自己的人 张仲年又说 自己已经掌握了他的口供 他已经认罪了 刘孝辰至此确认 张仲年是想要试探自己 这反而让他更加镇定起来 请恕我冒昧 您弄错了 什么 您方才说我动心了 是的 因为我清楚地看到 像我开枪的 是一个男的 可是在这里 却变成了一个女的 男的 是的 是一个男的 他是谁 不认识 两人僵持了一会 张仲年知道问不出什么 就安排亲信于云露见来 让他跟着重伤出狱的刘孝辰做副手 美其名曰视作跟班 但刘孝辰心知肚明 于云露是张仲年派来监视自己的 刘孝辰回到保密局工作以后 不久 他接到新组长张仲年指派的任务 原来保密局收到风声 苏州河畔有一伙地下岛 正在举办秘密集会 张仲年派刘孝辰和于云露前去侦查 刘孝辰和于云露乔装成工人的模样 来到情报中显示的地点附近 进屋内有六七个工人正在商议 组织游行罢工 刘孝辰有心想 要提醒屋内的同志 于是故意地上的一个木块 悄悄推到了于云露的脚下 好让于云露踩到木块发出声响 引起屋内人的注意 没想到 屋内的人直接冲出来包围来留一两人 为首的人更是拿着刀威胁他们 让两人交代 到底是谁派他们来的 否则就要白刀子接红刀子出 说不说 要不叫你白刀进去红刀子出来 对 站着进来 站着进来 躺着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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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说 站着进来 躺着出去 见你们的鬼去吧 如此流氓的作风 刘孝辰瞬间明白 这又是张仲年找人假扮来试探自己的 于是 刘孝辰将计就计 故意表现的大义凛然宁死不去 要跟对方殊死搏斗的样子 先是装作拼命掩护于云路逃跑的样子 接着就开枪击毙了为首的头目 让张仲年排的夫人又折兵 经过这场风波 张仲年暂时解除了 对刘孝辰的审查 让他终于有机会与组织联络 这天 他寻着报纸上的联络暗号来接头 而接头人正是刘孝辰一直担心的史秀英 确认对方安全之后 两人一边开车 一边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史秀英带来了组织上的消息 张仲年是个难产的老狐狸 始终对刘孝辰不够信任 为了潜伏计划的顺利 组织给刘孝辰准备了一份新的身份关系和材料证明 靠着这些证据 刘孝辰成了某一顾旅长的侄子 而这名去世的旅长 正是张仲年的顾骄 有了这层关系 张仲年终于不再对刘孝辰有怀疑 任命他为贴身秘书 成为了张仲年手底下的心腹要员 刘孝辰与张仲年相谈甚欢 这一切都被张仲年的另一名心腹 外号叫老赛的副官看在眼里 他对刘孝辰的眼神充满敌意 似乎很是嫉妒 刘孝辰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贴身秘书 少校副官 是 刘孝辰如今成功获得了张仲年的信任 让他有机会密切关注敌人的一举一动 保密军每次有重大行动时 他都会想办法通知组织 转为为安 这天 他发现广场上大批军警集结 显然是有大行动 刘孝辰回到办公室 恰好遇到保密局档案室的客员阿季 阿季着急给张仲年送一份名单 刘孝辰故意讨话 从阿季口中得知 张仲年要的是一份互东大学的共产党员名单 于是 刘孝辰等张仲年带队出发后 悄悄打了个电话 将情报送了出去 等张仲年和杨队长带着人马来到学校后 本打算找名单秘密抓人 却没想到大量的学生涌入校园 抗议示威 要求停止迫害学生们 眼看群情激愤 特务们知道行动暴露 但也没法将全体学生都给抓下来 因为这很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张仲年负不起这样的罪责 只好下令掩棋息鼓 刘孝辰与张仲年的这一次交锋 以张仲年落败收场 经过这场风波 刘孝辰意识到大事的科员阿继 虽然职位不高 但他的工作性质却能够接触到重要情报 因此由于将其培养成自己的同志 得知阿继好酒 于是刘孝辰主动投其所好 有事没事就与阿继喝酒 里边经历了上次互东大学的挫败后 张仲年的行动越来越谨慎 某次要执行秘密任务时 他突然下令提前行动 这让刘孝辰根本来不及查明行动内容 也无法将情报通知出去 不得已 刘孝辰主动请英 表示想要跟着行动组的杨组长一起去抓捕地下工作者 实则是想要见机形势暗中阻挠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行动的抓捕目标 居然就是史秀英 杨队长当初在舞厅见过史秀英 当即下令手下追捕 刘孝辰跑在杨队长的前面 假装摔倒借机制造混乱 想要为史秀英制造逃跑机会 然而杨队长还是顺着踪迹 来到一所房子内 结果杨队长人正准备下令抓人 却没想到 对方居然自称是中统的人 也是来抓捕史秀英的 杨队长看了看对方手里的证件 不愿意到手的功劳被别人抢走 打算下令抢人 却没想到两名中统特务 直接拿枪威胁杨队长 让他命令手下将武器放下 刘孝辰担心史秀英落入敌人之手 所以一直迟迟不肯放下枪 却突然注意到对方手里拿的那把关键的钥匙 这让刘孝辰确认 眼前的中统特务 其实都是自己人 带走 于是 他故意顺水推众 让对方将史秀英带走 谎称惹不起对方 回到保密局后 张仲年得知中统根本就没有捕述任何抓捕行动 倒霉的杨队长成了北郭响 被张仲年一气之下打死 时间来到又一年春天 前方战局已定 刘孝辰和史秀英在公园街头 两人都已感到敌人猖狂不了太久了 此时 史秀英带来组织上的新任务 他们收到情报 特务组织打算在败腿前 启动一项神秘的二线工作计划 安排一批潜伏特务 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破坏 此时 我们需要弥定一套二线工作计划 使上海沦陷后 绝不能让共党开平 例如 全国建海 继续传达我们的命令 全国西地下军有计划进行暗创 制造舆论 破坏东方业 扰乱金融 张仲年将二线工作计划的秘密文件 交给了大案室的阿基 让他小心保管 刘孝辰得知消息后 有一次找阿基喝酒 并借机将看守大案馆的阿基给关罪 劝说他弃案投名 计划偷走阿基身上大案馆的钥匙 然而就在刘孝辰快要说动大案呀阿基的时候 却被张仲年给察觉了 张仲年意识到刘孝辰可能是卧底 迅速让云露赶往大案馆 在刘孝辰的策反下 阿基幡然悔悟 帮刘孝辰拿到了秘密文件 然而此时于云露也来到了档案馆 将刘孝辰和阿基堵在档案室内 刘孝辰眼疾手快 抢先出手 与于云露扭打在一起 阿基意识到 如果刘孝辰死了 那么自己肯定也免不了被张仲年问罪 因此一不做二不休 趁机开枪打死了于云露 然而正当两人要离开时 张仲年带着手下的老三赶到 举枪控制住了两人 张仲年将手里的枪口对准刘孝辰 正准备扣动扳机 千军一发之时 变故突然发生 一声枪响过后 倒下的却不是刘孝辰 而是张仲年 原来一直站在张仲年身后的老三 居然开枪击毙了张仲年 接着 老三举起来一把铜钥匙 让刘孝辰和阿基赶快逃跑 原来老三也是自己人 而他正式影片开场通知史秀英的那名神秘军官 老三和刘孝辰一样 也是一位执行潜伏任务的地下工作者 刘孝辰对老三表示了感激 希望他和自己一起撤离 但老三却表示 自己还有任务在身 电影最后 史秀英与刘孝辰站在高楼上 远出传来枪炮声 那是胜利的曙光 刘孝辰突然想起了老三 史秀英告诉他 老三本名叫做常亮 还有许多像老三一样的无名英雄 在那条隐秘的战线上继续战斗 而此时的老三即将跟随国军撤往台湾 他将继续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着 常亮同志 对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像常亮同志这样的无名英雄 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战斗 是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是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现如今 国产店票房过亿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时光倒流回七八十年代 国产片票房过亿的也不在少数 尽管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票房数字统计 但对于观影人次的统计却一直都有 年轻的朋友可能无法想象 那个年代里的观众 观影热情有多么高涨 根据当代电影的记载 但是1979年 全民观影人次竟然达到293亿人次 为历史之最 这个概念可能还不够具体 换个说法 相当于当时每天都有八千万人在看电影 所以在七八十年代的国产电影 动辄观影人次就高达数亿人次 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而根据中国电影年鉴中的说法 整个八十年代 观影人次过亿的电影有很多 如1981年的喜闻观影人次5.7亿 少林4.6亿人次 405谋杀案 4.2亿人次 武道有5.4亿人次 神秘的大方4.8亿人次 换算成票房数字都高得下人 其中保密局的枪声的观影人次 达到6.2亿人次 其中光是35毫米拷贝 就3.1亿人次 粗略估计票房收入有1.8亿 这个数字在影片导演长燕 和编剧金德顺的口述回忆中都有提及 导演长燕曾经回忆说 保密局的枪声 在全国共卖出拷贝1000多个 很多电影院是24小时不间短播放 凌晨2点放的是第二天的投场 已就有许多人大半夜的排队买票 有的观众一连看了八遍 情节台词都能倒背如流 实际上这个北京上映这部影片的时候 是通宵24小时不休息 买票买不到 你能相信后来统计的时候 这可靠数字是6亿人次 因为当时同时上映了日本影片 追捕和他俩几乎是打了个平手 当时在全国演的将近几个月的时间 你想想看在哈尔滨 这个广告怎么说 宣传怎么说 直升飞机撒船的 所以那个片当时冲击一时 保密局的《枪声》上映于1979年 由长春电影厂出品 影片不仅是当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冠军 还荣获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电影根据作家吕正的小说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改变 影片的导演长夜意外夺到了吕正的小说 便产生了兴趣 但当时这个项目在当时并不被看好 因为此类题材在当年来说相对敏感 当时的国产电影已经开始全面向彩色电影转型 但电影厂的彩色胶片都要留给重点项目 保密局的《枪声》作为一部不受重视的影片 只能退而求其次 使用黑白胶片拍摄 不过现在看来 黑白的影调风格反而更凸显出影片凝重庄严的氛围 演员方面 由于保密局的《枪声》非重点影片 所以该片启用了新人演员陈少泽作主角 他本身是话剧演员 保密局的《枪声》是他的电影处女作 担任女主角的上映场演员向梅 出演该片时已41岁 此前演配角居多 此片的大获成功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中饰演大反派张仲年的是老息骨倪正华 他有一个儿子 也是演员如今的老息骨代表 叫做倪大红 保密局的《枪声》 采用的是国产谍战电影中经典的类型模式 敌后打入片 这也是后世谍战剧的经典剧情套路 电影为了凸显惊戏 为主角刘孝晨的潜伏卧底生涯 安排了诸多的敌人和困难 卧底除奸 战胜考察 取得信任 传递情报 直到获取狄特潜伏计划等诸多情节 当刘孝晨每一次化险为一之后 又迎来来新的任务和困难 故事层层递进 情节一波三折 形成了一浪又一浪的小高潮 从头至为扣人心弦 在拍摄手法上 影片也比较高级 远胜同时期的黑白电影 片中的场景和美术极为考究 在摄影和打光方面也精益求精 开场夜色中的抓捕戏 搭配上诡异低沉的电子乐 颇有黑色电影的味道 电影相较于50年代的国产叠战片的突破在于 保密局的枪声里 观众看到的电特务 不再是被过度丑化为所挨小的 而是高大帅气的 前夫人员也不会刻意的故作英雄状 而是与敌人同吃喝 同玩乐 在微妙对决中 为我方攫取重要情报 人物设计上更加真实符合逻辑 影片的故事核心牢牢围绕在 片名中的枪声这一关键词上 回顾整部电影 全片总共响了9次枪声 电影第一次小高潮 百乐门五天二楼包房内 刘孝辰两枪击毙特务冷组长和叛徒黄显才 之后 为了能够继续潜伏在保密局 刘孝辰施展苦肉机一枪 抓捕石秀英的行动时 刘孝辰未发出预警 故意打空了一枪 张仲年的抓捕行动 被刘孝辰暗中破坏后 恼羞惩怒击毙特务阳队长时 开了两枪 电影最后 当案室内 云与刘孝辰搏斗时 混乱中失手打空一枪 最后 老三在刘孝辰身份暴露 处境最危险的时刻突然亮相 连续两枪把特务头子张仲年当场击毙 为影片揭开最大谜底 影片中的九声枪响 推动了整部影片的矛盾冲突 每一枪都至关重要 每一枪都带有极强的悬念感 也正是这九声枪声 让长眼导演灵机一动 将拍完的影片定名为保密局的枪声 而在故事结尾 随着老三的身份曝光 影片的故事核心也从完成潜伏任务的刘孝辰身上 过度接力到将赴台潜伏的老三身上 以开放式结尾落幕 达成影片的最终主题传递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总的来说 放在42年前 这部保密局的枪声 无疑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国产谍战电影 说是那个年代的商业大片绝不为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